保健品比药还零 它不仅能降血糖 还可以控制并发症 从此它开始了疯狂的购买 甚至到后来 不光买跟糖尿病有关的 只要标榜对身体有用的 比如降压 降脂的 抗癌的 提高免疫力的 它都忍不住要买回来试试 在今天的调解现场 易女士从家中带来了一部分保健品 这是吸 这是我这眼睛的 还没说 还没说 这是刚刚买的 这有啥 他很会说 我都气糊涂了 那这样 阿姨您拿出来 我们让他给大家做个现场介绍 Omega 3 随便拿一点 这些 这看上去挺神秘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是啥呀 这是干嘛的 不吸 不吸的 吸 吸 软胶囊 看癌的 看癌的 这是啥 这是这个银子银子包子粉 这个是吃了 它是生肖人的免疫力的 这是谁吃的呀 这是我吃的 什么 叫做什么 Omega 3 也是生肖人的免疫力 这个亚马兹银里面 这是什么 这个上面写的是 什么杀鸡油软胶囊 就是在京买的 我经常用的 他也能吃一点 看叔叔 我刚看了一下 咱们就说这四瓶 这两瓶是您吃的 这两瓶是他吃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 阿姨吃药不乖 因为你都剩了好多 没有 如果吃药很乖 你们都几乎都快吃完了 我吃 你是真的坚持每天在吃 我吃的 对 他吃的慢点 你觉得吃完了怎么样 这个保健病人 我现在还是有这个看法 完全拒绝吧 也谈不上 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 你觉得是医生给您开的 那个药起了作用 还是这些东西起了作用 你像我现在吃那个地龙的 你觉得是那个起作用了 还是地龙起了一点 刚才说你特别提到的时候 这个地龙 地龙对 哎呀挺贵的呢 地龙贵 四个很贵 我还没钱不安 他有钱买了 刚才有钱买了 有两万五 我只买了一万七 一盒就要一千两百八呢 对对对 是这样 地龙很贵 但是这个 就是这种身体有多硬 但是这个地龙解决 有什么问题呢 打成你的微循环 微循环是一波 很难打成的 您这些知识点 都是从哪儿得到的 房间病情会嘛 就是他们推荐给我的嘛 多的都是上万 这还只是一部分啊 天 我就翻一翻 大家就这么看一看啊 我看到 这有一个小小的一张条子 听收到 应该是阿姨这边的货款 加什么五百元券 产品仪领 这些都是去买产品 这里都全是把 一丝的东西 买了多少 得有多少量 算过吗 就这些年下来 柜子上啊 桌子上啊 床铺底下啊 反正是地方都可以放 现在家里 也是这种情景吗 好多过期的 好多过期的 所以 其实还有很大 可能是浪费 浪费 对对对 有